全球的意外活動經過去年一整年的成績 最近終於慢慢的復甦了 降於全球的巴塞爾藝術展在香港站 5月下旬就率先起跑 而且今年踩的是虛實整合的展覽方式 一對情侶深情擁抱 隔著口罩親吻 這幅畫作名為甜蜜的家大流行的愛 香港藝術家用畫筆反映現實生活 這是我無法避免的事情 但某些的元素不真實 例如我沒有黑男朋友 我沒有生活在一個不激烈的環境 巴塞爾藝術展在全球有三個據點 去年因為疫情全部取消 今年正式回歸 香港站5月下旬甩前起跑 規模縮減成過去的一半 會期23個國家地區 104間頂尖一廊參展 產品主題大多圍繞著新冠疫情 懷疑藝術家張燕子創作的口罩系列 在上頭寫下 2020年1到4月的疫情計時 這就是100種衣服 她創造的衣服 她基本上是藝術的衣服 然後她写了 對不起 她写了她的文章 她的思想和感受 每天 始於1970年的巴塞爾藝術展 每年吸引上萬藝術界人士和民眾參與 2013年看準亞洲市場 開始在香港舉辦 大大提升香港在國際藝術圈的重要性 今年的香港展會 首度新增 數位平台和實體展同步進行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人 人們走過來 在外面 這些是藝術 從外面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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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也知道 我們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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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我覺得 我認為市場的市場會有很大 香港擺脫第四波新冠疫情 情況比過去幾個月穩定 現場看展民眾踴躍 仍需戴口罩 鏡頭轉到英國 愛麗絲夢遊先進的故事場景 遠至遠位 搬到展覽會場 這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我們想要給客人那種想法 是在愛麗絲 感覺像是在興奮的旅程 所以 你自己的經驗 感覺像是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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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大人小孩都能生理其境 融入愛麗絲的世界 同一時間 全球最大的班克希 藝術品私人收藏 也在英國倫敦展出 超過90幅 班克希的原版畫作還複製品 沒有獲得班克希本人授權 而是策展人 向私人收藏家借展 有些好知 有些驚訝 我認為 展示的表演 也在討論 是 班克希也非常有趣 我認為 我們都需要 像是知名的氣球女孩 粗魯的警察 還有許多稀有作品 首次在英國公開 這場班克希藝術展 進行在全球巡迴 吸引75萬遊客 原定去年3月 在英國展出 因為疫情年後一年 全球藝術界逐漸復蘇 展覽館大門重開 迎接閉關已久的人們 透過展品洗滴心靈 TVBS新聞綜合報導